大钱花不起小钱好了 第三代的iPhone 现在苹果公司一推出来呢 全球热卖 台湾呢好多人就巴妈的在期待 本来中华电信说八月初就要卖 现在讲说哇不行了 要等到八月底 很多的苹果迷啊 期待落空不讲 他们也上网痛骂说 有些人跟之前的电信公司解约 就是为了要等你这个3G的iPhone啊 现在怎么办呢 要求中华电信补偿 但是中华电信说 这个优惠补偿措施 等到货到了之后 才会来评估 眼看预购就快到手的iPhone 3GS 没想到中华电信一封简讯 延后八月底才出货 让消费者忍不住火气 抱怨一拖再拖 实在很不够意思 其实不太接受 除非有折价或什么补偿 苹果第三代iPhone手机 刚原用的性能再升级 包括3D处理的速度 反应时间快上两倍 iPhone 3GS在六月发表时 中华电信就曾表示 积极争取提早在台上市 结果没想到 让消费者望眼欲穿的期待 只判到一封简讯 网友纷纷在知名3C讨论区开骂 讨论串高达600多笔 中华电信只好出眠 向大众说对不起 我们在预约的通知上面 只是预订8月初来交货 不过因为确实是因为全球性的缺货 所以造成这个略有耽搁 我们对这些客户 我们觉得不好意思 额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优惠 是要等正式的交货日期确定以后 再来一并考量 我们审慎来评估 有命中说为了配合取货日期 还提前把可惜号码 移到中华电信门号下 没想到中华电信无法如期交货 让他很沮丧 只说根本不尊重消费者嘛 应有通话折扣 或者是加码赠品补偿 中华电信目前单纯用简讯方法通知 恐怕对业者的形象已经大伤 周新闻 战品红 徐少平 阿公 杨白 杨爱迪 台北报道 阿公 杨白 杨爱迪 台北报道